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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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當代一位非常重要的意志家 也是人類學家 Natalie Davis 那Natalie Davis寫的這本書 《奴隸電影歷史》 那這本書其實寫得非常的精彩 其實也蠻好讀的 如果有興趣的人 也可以考慮把這本書當作那個 第二次的新的作業的報告 那這本書裡面它描寫很多 有名的電影 裡面都在探討 或者是有描述到 如意的這種文化跟主境 那它用不同的電影把它分類 然後把它放在不同的章 來呈現不同的主題這樣子 那特別我選的第四章給大家 可以回去做一點閱讀 它裡面在談到 一直是對心靈帶來的創傷 那這個雖然過去 已經是過去的歷史了 那現在還是有 但是已經是不同形式的 今天的奴隸制度 還是存在在世界上 但是比較是以不同的形式 那我們現在談到的是歷史上曾經經歷過的 那等一下我也會 講義的時候有介紹幾個現場 那種歷史的現場 讓大家有一點點的感覺 那這一章特別談到這樣的一種 奴隸的制度跟一種的貿易行為 他對那個人性造成的心靈的創傷 那我們這位作者就選了兩部影片 一部是《勇者無俱》 那等一下我也會稍微介紹這個影片 那另外一部是《珍愛不欲》 這是比較舊一點的影片 但是他從裡面去 把裡面的情節、場景 用一種 我們今天稱這種叫 有點像是影像史學 藉著這種看得見的 video、audio 這種影像可以直接去看到的 其實在做一種歷史的見證 那他做了非常詳細的一個分析跟解讀 所以有興趣 我們回去有時間 這張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可以閱讀一下 那希望引起大家 對這樣的一種方法論的興趣 就是結合歷史 結合一種當代文化的媒體 然後去探討歷史發生的一個事件跟場景 我在講義的前言的地方有提到 那就是說每一個社會裡面都有他會浮現的倫理的議題 那有一些議題在不同的文化主境裡面 其實很容易就可以去判斷這樣的議題 一個宗教團體要怎麼去回應這樣子 譬如我在前年提到那個棄女嬰這樣的一個議題 這樣的一個文化其實相當古片 不只是羅馬帝國在非常多地方都有 但是在羅馬社會裡面 棄女嬰這件事情 雖然沒有明文的規定 但是就羅馬作家的描述 他幾乎是一個在羅馬人的眼中 認為是一個倫理上可以接受的行為這樣 雖然是認為不好 但是倫理上是可以接受的行為 所以其實是相當多人普遍在實施的一個行為 生出來的孩子是女的嬰孩 就想辦法叫奴隸把它拿去丟掉這樣子 那這樣的做法 我們將來介紹這個婦女的議題的時候 我們會再談到 那基督教很明確的 從一開始對這個議題 都採取很清楚的態度 他們認為這樣的做法是不人道 是不對的 那不但會在自己的團體裡面 去改變這樣的做法 甚至會去收養這些被拋棄的 所以像棄女的這種議題 我們看到在初代基督教的倫理實踐裡面 是非常明確的 但是奴隸制度這件事情就滿複雜的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點討論 對這個問題做一點分析 讓大家來做一些思考 那我們首先先來看剛剛影片最後提到的 最後剛剛提到奧里劉這個皇帝 這位被稱為羅馬哲學家的皇帝 奧里劉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一位皇帝 他自己寫了一本《陳詩錄》 Meditations 也被稱為是哲學家皇帝 他是斯多亞派的 對斯多亞哲學非常有興趣 那對一個人怎麼樣子過一種自律的生活 他其實是一個 自己在本書裡面提到非常多這樣的一種 過一種有紀律的人生的價值在哪裡 那在剛剛我們的影片提到在他任內 他嘗試了最後一次要去征服擴展帝國 所以跑到這個東方去了 那162年去打仗回來 我們看到在幾年後165年後 我講義的第一小點 就爆發了可怕的傳染病 那剛剛那個影片說不曉得是 到底是什麼病 那確實學者也沒有定論 那有學者在推測可能是某一種的天花 某一種天花 那在當時候是沒有辦法一致的 那從165年大概到180年當中 帝國有四分之一 有的人估計更高 說將近有五分之二的人口死亡 那這個事件過後沒有多久 大概70年左右 又發生了另外一場的害人的傳染病 那這一場影響區域更大 那我們今天等一下跟大家介紹的一些文獻 比較集中在北非 在埃及北非的地方留下來很多 關於這個第二次的傳染病的一些文獻 那第二次的傳染病特別讓我們看見 基督教團體已經慢慢建立成一個 很有組織很制度化的一個團體 他怎麼樣去回應這樣的一個挑戰這樣 那這兩個事件 我們先看他對羅馬帝國本身的挑戰 我們剛剛的影片沒有明說 但是很多學者其實已經在推測 內部的一種經濟還有內政的一種的衰微 又碰上這兩場的大瘟疫 對羅馬帝國來講是一種國力的 非常大的一個耗損 所以很多學者開始在推測說 這樣的兩次的大傳染病 是不是對整個羅馬國力的衰亡 還有造成整個社會那種倫理的風氣很淪喪 有沒有關係這樣子 至少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場瘟疫 對社會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 非常大的挑戰 那羅馬一位作家薩斯蒂德斯 薩斯蒂德斯他就寫了一段話 他說當時候傳統的羅馬宗教 還有羅馬的醫學 面對這個瘟疫是無能為力 是無能為力 那很多人表現出來就是 對那個被傳染病 被傳染的人的一種厭惡冷漠 避之唯恐不及的態度 那甚至有一些羅馬作家也提到 這個神廟 傳統神廟裡面的祭司 他們的態度常常是推開 推開那些被傳染的人 然後自己跑掉 那換句話說傳統的醫學系統 還有傳統的羅馬的異教的宗教 有一點點面臨這種瓦解崩潰的現象 面對這個傳染病的一個社會 那相對的這個北非的幾位作家 就開始提到 在這樣的一種的處境當中 基督教有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回應 那特土良這位學者 他寫了一本護教書第39章 他就提到 他說我們照顧那些無助的人 我們這些教會裡面的一些基督徒 去照顧那些需要的人 讓在許多我們敵對者的眼中 他不得不也做出這樣的一個聲明 他引用這段話 他說一對者這麼說 看啊看啊 他們如此互相這樣的以愛相對待 Just look how they love one another 這是特土良好像在說 你們自己的人這樣在描述這些照顧需要者 這樣的一種精神 那後來很有趣的是一位在羅馬這個 羅馬帝國接受基督教為合法宗教之後 唯一的一位又一次想要恢復 羅馬傳統宗教的一個皇帝 就是朱利安 所以在歷史上他被稱為叛教者朱利安 那個叛教者這個名字 當然是從基督教的觀點去稱呼他的 後來的歷史家這樣稱他 那他試圖要讓異教的廟宇能夠重新恢復 那他曾經在他的寫給官員的一封信裡面 這樣提到 他說做異教族的倫理上 至少要能夠比得上基督徒 那就算是他們的倫理是假裝的 也要跟他們能夠比得上 那很明顯的你可以看到慢慢的在這個 很有趣的是在發生公共災難的處境當中 傳統的宗教 那可能是因為他已經 這個整個宗教傳統已經非常的 我們說官僚化 或者是非常的自視化 以至於沒有辦法去回應一個突然其來的 一個挑戰 反而是作為一個充滿熱情的 一個新興的宗教運動 那基督教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表現出比較好的一個回應 那特別我們今天看到的 最有名的一段見證或是說紀錄 就是在北非的亞歷山大 我的講義的第五小點 那在這之前我先提到 當時候有一份出在教會自己寫的 教會的法規叫做使徒規章 在這個規章裡面就有規定 教會裡面有不同的領導者 有長老 有職士 有主教 那裡面特別提到職士這個職份 他說職士的職份是什麼 就是專門照顧那些生病的人 這種生活 生病為這個怎麼講 病弱的人 infirm 就是病弱的人 窮人還有那些 我們今天稱為這個身障的人 那職士好像是教會伸出去的一隻手 專門去照顧這些社會的弱勢者 那我們回到第二場的那個大傳染病的時候 就看到亞歷山大主教戴奧尼修 那他在260年的時候 寫給他一個朋友的一封信 今天這封信有留下來 被稱為復活節信函 在這封信的內容裡面他就提到 當時候我們的在亞歷山大這個地區 基督徒以別人表現出更多 觀照需要者的英勇精神 他說我們的職士 他特別提到職士這個職份 我們的職士那還有一些長老信徒 他們勇敢的出去照顧那些被染病的人 他用一個非常生動的表達方式 就是在信件裡面說他們對方染病者的死亡 就不幸的轉移到他們身上 轉移到他們身上 那他們勇敢的承受這樣的一個挑戰 那非常多的教會的領導者 因為照顧當時候的這些病患 那自己本身犧牲了成為受害者 那戴奧彌修他最後講了一句話 說這些去照顧這些公共災難而死的人 在我的眼中來看就好像殉道者一樣 就好像殉道者一樣 那殉道這個概念 我們將來有一個主題會再來談 換句話說這個 在這個初代基督教的這個團體當中 已經把這樣的一種勇敢付出犧牲 去照顧需要者這樣的行動 抗為好像是在被迫害的時候 勇敢去殉道這樣的行為很類似這樣 那我們看幾張圖片 這個奧里流的時候 比較沒有留下什麼文獻 但是到了第二次就是250年的時候 就是安東尼皇帝任內發生這第二次大瘟疫 我們看到很多的這個 舊的這些藝術史上面 就有留下一些圖像 就是那些患病的人 有人去照顧他們 那特土良剛剛提到他 介紹了這個北非教會的一種 那種表現出來的一種倫理的態度 那朱利安剛剛提到他做一個皇帝 當時候曾經對異教徒提出一個挑戰 那這一位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戴奧尼修 那因為他留下大概有七八封的很長的書信 那這些都成為很好的歷史文獻 那特別是右邊這張圖就是在描寫他所提到的場景 就當時候有一些在瘟疫當中生病的人 那教會裡面的這些被任命有職份的 像長老或職士他們就會出去 去做這樣的一種很勇敢的去照顧的行動 我稍微引用一下我們兩本教科書裡面的一本 史塔克的這本書 他在這本書裡面有一張特別在談這個 面對公共災難的時候 基督教為什麼會好像反而在那個當中 變成是一個受利者 在公共災難當中大家都受到很大的傷害跟挑戰 反而基督教好像在這過程當中 他的犧牲是比人比較少的 那史塔克他在我講義第六點 他提了三點的詮釋 那這三點其實跟他使用的理論是有點像的 首先第一個他提到像居普良另外一位北非主教 所提到的 這是一種相對的一種的衝擊 瘟疫對當時候存在的異教跟希臘哲學 提出非常大的挑戰 這挑戰主要在兩個方面 一個是對突然而來的這麼巨大的一種的公共災難 沒有辦法提出解釋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第二個是沒有那種能夠去回應的能力 去安慰那些需要的人 剛剛已經提到了 所以比較起來 基督教似乎對這個災難 有提供一個比較好的詮釋 這個詮釋通常是比較屬於一種傳統的基督教詮 就是說在人世間本來就會碰到災難 但人的生命不會因為這樣就完結 在這個世界當中面對災難的人 有勇敢去回應的在將來會有好的一個報上 那這樣的一個詮釋 不一定所有人都能接受 但他至少提出一種的對災難的一種的詮釋 那更重要的不是詮釋這件事情 而是一種的倫理的實踐 所以B小點 史塔克說基督徒這種願意去照顧 在自己團體之外的人 將他的這種關懷的態度 延伸到周遭的 我們今天說社區 或是生活的這種 生活的這種 這個生活圈子之外 成為一種的基督教的特色 那這樣的一種態度 有兩個很明顯的一個影響 第一個就是內部基督教團體的傷亡率 本來就會比較低 因為勇於照顧患者這種精神 會讓這個團體本身跟外面的團體 就比例上來比 傷亡率會比較低 另一方面則是變成一種的見證 經過大災難以後 存活下來的團體 通常也成為一種的見證 那史塔克認為這樣的兩個面向 加起來 把它加起來 好像就可以讓基督教 在當時整個羅馬社會 受到這樣的一種的衝擊 人口比例降低之下 相對的基督教好像是凸顯出來 那最後一點他自己過去 我們上次有介紹過 他的一個人際網絡的附從理論 那這個理論我們上次在介紹 家庭教會的時候也有提到 史塔克認為最好的一種 宗教團體的傳播方法 就是藉著一種小的團體 親密的人際網絡 讓人在參與一段時間之後 願意去attach 去複從在這個團體裡面 那他提到災難的時候呢 特別會把那個傳統的人際網絡 給打破 他用的語言當然是說 那個detach 疏離 每一個人都活在一個 舊的人際網絡裡面 但是發生大災難以後 家庭破碎了 社區瓦解了 舊的人際網絡疏離了 那人的那個舊的社會連結感 疏離的時候 基督教這個團體提供了一個 另外的人際網絡讓一些人願意去加入這樣子 那根據這樣的一個三個面向呢 我們如果翻到第二頁的部分 史塔克他的結論就是說 整個這樣比較起來 基督教好像在跟當時傳統的羅馬宗教比起來 就公共災難的這件事情上的回應 是有一個勝出這樣的一個表現 那異教的落敗主要在社會跟靈性上 沒有辦法去回應這麼樣突然起來的 又這麼浩大的一個巨大的危機的挑戰 那新興的基督教並沒有完全能夠回應 但至少他扮演了某一種回應的角色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我們看到這個在瘟疫這樣的公共災難當中 特別是史塔克的理論 給我們有一些可以思考的地方 那接下來我們來進入第二個主題 就是剛剛影片裡面提到的 這個奴隸的這樣的一個處境 那我在講義前面一開始先稍微介紹一下 整個羅馬社會裡面的這個社會階級跟社會的一種的分類 是怎麼樣的一個處境 我們今天看到羅馬社會的階級 基本上分成四類的人 那前面兩類的人是自由人 那第三類是新的自由人 那最後一類當然就是奴隸 在這當中貴族最上層的貴族是少數人 是最少數的 他們主要是由哪些人構成的呢 像元老院裡面的這些貴族 或者是軍人的 這個equestrian 就是這種歧視的貴族的 軍人的 軍人的屬於軍人這個系統的 另外第三種人就是在政府裡面 擔任官僚的這些行政官員 所以你如果不是元老院的人 或者是擁有一種的軍事技能的人 或者是你在羅馬的這個行政工部門 擔任官位的人 你沒有辦法進入到這個貴族的這樣的一個階級 這個貴族的階級擁有土地 擁有財產 擁有這個相當高的社會的特權 那羅馬裡面有非常多的自由人稱為公民或平民 那這些人呢是自由的 但他們經濟狀況並沒有好到哪裡去 很多次過的其實非常的這個 我們說過一天算一天這樣的一種生活 我剛剛影片裡面也提到 這些人可能要靠著都市裡面的社會福利來生活的 那相對的下面還有兩個階層 主要的是指奴隸這個階層 那奴隸這個階層剛剛影片有提到 最高的時候幾乎是整個羅馬社會三分之一是奴隸 今天有的社會學家認為更高 有人主張到五分之二 就是奴隸這樣的一個比例 那這些奴隸通常都是戰爭結束以後成為戰犯 戰犯就變成奴隸 那所以他是跨越不同族群的 奴隸不是只有北非來的黑皮膚的人 也有從北方來的俄羅斯白皮膚的人 有從敘利亞來的 甚至也有從希臘半島馬其頓背景的這樣的白種人 那這些人有一些過去是有專業的 有一些是有技能的 但是一旦成為戰俘 通通被打入奴隸的制度裡面 那奴隸之上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階層 叫做被釋放者 這邊稱為用拉丁文男的叫做libertus 女的叫做libertus 就是被釋放的人 free的 被釋放的人 那這些人不是公民 還不是公民的身份 他們通過兩種方式 來得到這樣的一種被釋放的這樣的一個身份 第二小點 他們通常若不是自己工作努力 用錢去買到一種的這種被釋放的身份 他可以去買被釋放證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 主人出於人道的一種的態度 在某一個條件互相交換下釋放了他 比如說有些主人會對於那些特別忠心 表現特別好 有專業能力的努力 說你替我工作十年以後 我就讓你得到這種自由的身份 那不管是哪一種方法 他們一旦成為被釋放者 就成為自由人 那自由人生出來的孩子 就能夠進一步獲得公民的身份 那是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裡面 我們看到從奴隸到公民中間 有一個稍微可以爬升的階級 就是這個被釋放者這個階級 那我們看到在基督教的團體裡面 很多的成員都是屬於這個階層的人 就是那些從奴隸社會 爭取到得以自由的這個階段的人 我們繼續來談奴隸制度的部分 那我們會從羅馬這個時候的處境 會往後延伸到中世紀 甚至到近代的一個延伸思考 那我們先看羅馬社會裡面的奴隸 剛剛提到 剛剛影片裡面有提到 有一個爭議 有一位學者他提出一個很強烈的反駁 他說有的人認為說 有的奴隸處境也不錯啊 可以當醫生啊 可以當被孩子很寵愛的奶媽 家庭教師 有的可以擔任家裡面的管家 女管家等等這樣子 那確實我們看在羅馬社會裡面 因為不同的奴隸 跟不同的社會處境不一樣 在偏遠的鄉村地區 在農場 在礦坑 奴隸當然是過得非常不人道的生活 集體的勞力的付出這樣子 但在都市的這種都市生活裡面 奴隸就比較多元 工作的機會也比較多元 我們看到像奴隸市場 奴隸市場在買賣的時候 其實不同的專長的奴隸 身價不一樣的 身體的健康還有他的這種能力 是他的價值為最重要的一些標準 那確實很多在羅馬社會裡面的醫生 是由奴隸擔任的 剛剛也提到像管家 美髮師 還有一些奶媽 這些都算是奴隸裡面 比較有一種專業跟經濟能力的 那我在講義裡面提到 當時候甚至到後來奴隸社會發展到一個成熟地步的時候 有很多得到自由的奴隸 其實他的經濟能力甚至會比一般的 貧窮的貧民還高 所以我們看到有一種現象 就是在我講義第二頁的第三點提到 有一些身份是自由的婦女 甚至會嫁給不自由的丈夫 就是因為經濟上的考量 兩邊互惠 這個奴隸藉著娶一個自由的婦女 可以得到自由 他能夠提供這個家庭經濟的資源 這種case也有 但是整體而言 我想剛剛影片的學者講的是有道理的 就整個奴隸制度存在而言 是非常不人道的 也不能用這種說有少數有一些特例 要來證明說奴隸制度也不是真的那麼不人道 所以我在講義第二大段那邊提到的 比較是提到說在那個過程當中 有很多奴隸他其實是非常認真的 在那個社會的階層當中往上爬升 那這個當中基督教在這樣的一個處境當中 扮演某一種角色 有時候是給予這些奴隸一種的幫助 給予他們一種靈性的力量 去面對他們的挑戰 但很清楚的是我們看到整體而言 當時候的重要的基督教的作家 還有這些領導者 並沒有直接對這個制度提出挑戰 那這一點是我想是很清楚的 我們看我講義的第六小點 我有做了一個小小的整理 就是基督教基本上並沒有挑戰奴隸制度 也沒有試圖改變奴隸 羅馬社會對奴隸的態度 但是就像保羅在他很多書信裡面所提到的 一旦這個奴隸進入到這個基督教團體裡面 他就被給予一個 給予一個更被受到尊重 被肯定的一種人性的價值 那保羅認為一個人在基督裡面 不再分彼此 不再分過去你的社會身份 那這一點呢 一種我們說帶著一種 溫和的人道主義的這種態度 讓基督教在當時的社會價值體系 有扮演某一種的角色 我們等一下會來做一點點的分析 但是就他沒有提出 對奴隸制度的一個挑戰這一點 卻造成後世的基督教團體 特別當後世的基督教團體 擁有權利參與在這種 我們說殖民主義 帝國主義的發展的時候 這些很多的聖經裡面的這些經文傳統 就變成他們拿來正當化 他們的行為的基礎這樣子 這造成後來非常多的爭議 長久的爭議跟這個有關 那我們後面的介紹就會更清楚看到 奴隸制度也成為後來的基督教歷史裡面 另外一個揮之不去的污點 那其實是需要做一種的歷史的反省的 那當然我們剛剛影片也提到了 後來過度的這種不人道的做法 就激發了奴隸起來判亂 那歷史上有好幾場這樣的判亂 那非常有名的這個電影 Sparkticus也是一個 特別在描寫這樣的一個場景的電影 這個台灣翻作萬夫莫迪 這個影片也有新版本的 又重拍了新版本的影集 那這個影片給人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到最後的時候 那個從他們羅馬軍團去鎮壓 這個奴隸的叛亂之後 從那個戰勝的點一路回到羅馬 整個馬路上一整排的沿路 每四十公尺五十公尺就定一個奴隸 用十字架把他們定在這個路旁邊示眾這樣子 所以這個十字架這個事件 十字架這個象徵 放在這個奴隸制度的叛亂裡面 特別讓你可以凸顯到 十字架這個記號 原來在羅馬社會裡面 是一個齒入的記號 是一個齒入的記號 通常被定在十字架上的是叛亂犯 是眾刑犯 是這些奴隸叛亂 才會被定在十字架上 耶穌被定在十字架上 為什麼這件事情保羅說 這件事情是一個 對很多人來講是一個絆腳石 是一件齒入 意義要從這個角度去看 那也是很有趣 後來君士坦丁大帝成為基督徒以後 他就宣布把十字架這樣的一種的刑罰 改名字 不再叫他是十字架 給他改了另外一個名字 這是一個後來發生的事情 我們就來看 稍微看一些後來的基督教團體 回來引用的經文 造成爭議的經文 如果你們先翻到講義的最結束的地方 在結論的地方 我有提了一些思考問題 思考問題我們從這邊先來想 那等一下再來看這個歷史的場景 譬如說 後來的主張奴隸制度的基督教團體 或者是這些 這些我們說獲利的這些人 他們總是會回去詮釋 創世紀第九章 羅雅的這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我把這個經文 放在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這件事情是發生在羅雅方舟的事件之後 我最近因為很多關於生態災難片 會提到這個羅雅方舟這個故事 就是人的罪非常的大 上帝讓洪水淹沒了這個世界 結果羅雅這一家人卻得到恩典 得到拯救 那故事是發生在羅雅這個家族得到拯救 結果洪水退去以後落地 才發生這個故事 就是羅雅自己種了一個葡萄園 而且還生產美酒 那後來故事發生就是 羅雅喝醉了 這邊有聽到他喝酒喝醉了 結果他沒有穿衣服躺在帳篷裡面 那這段經文提到 他的兒子其中一位第二位韓 韓就是迦南的父親 看到他父親赤身肉體 就跑出去告訴他另外兩個兄弟 這個閃跟亞佛 結果這兩個兄弟比較聰明 他們知道父親的那個罪態很難看 他們也不敢去修路他或是看見他 就倒退著走 用衣服去把這個父親遮蓋 他的赤身肉體的醜態 那這個事情結尾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譴責 挪亞醒過來 酒醒過來以後 知道他小兒子做 做什麼我們不知道不清楚 沒有講很清楚 是修路他呢 或是發生什麼事情不知道 但他就做了這個決定 說韓的孩子 韓的孩子後代 迦南該受咒詛 他要做他兄弟的奴隸 另外說 閃的上帝 迦南要做閃的奴隸 要讚美上帝 要讚美上帝 閃的上帝 願上帝讓亞佛凡聖 願他的子孫 跟閃的子孫同住 迦南要做亞佛的奴隸 所以三個兄弟 這個閃 韓 亞佛 後來根據這套 這個故事發展出來的一套理論 就是說這個人類裡面最重要的三大人種的源頭 是從這三個兄弟發展出來的 那閃族就是我們之前提到的那個反閃族主義這個閃 從這裡來的 包括猶太人 包括今天的一些阿拉伯人 屬於這個閃族這樣子 韓呢 則是指北非的這些黑人 還有他們的後代 加南就是屬於這樣的這個知足的 亞佛呢 則被詮釋為就是後來的亞利安人 我們一般說的印歐民族 包括今天印度的人 這個西班牙的 還有後來的白種人的後代 那所以如果人類學用這樣的一種詮釋的話 那回到剛剛這個經文 好像發生這個挪亞喝醉酒的事情之後 就註定這三個不同的民族的後來的命運會不一樣 有一些人好像註定要當另外一個兄弟的後代的奴隸這樣子 這個經文後來常常被引用 那最有名的近代的歷史 就是在南非 在南非 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 很多白人就用這段經文來解釋 種族隔離制度是合法的這樣 那這個經文今天當然我想很少 基督教團體會這樣去解釋它了 但是在過去這個經文變成有非常不好的影響 另外一段經文我在思考問題的第二小點有提到 那保羅怎麼看待這個奴隸的制度呢 那保羅他在哥林多前書七章 寫給哥林多教會一封信裡面 講了這段話 這段話也不容易去詮釋它 但是讀起來很像保羅是尊重存在的制度 不願意去改變這個制度 保羅這麼說 每一個人被上帝呼召的時候 就應該要繼續保有被呼召的時候的身份 接下來他就說呢 如果你被呼召是奴隸的身份 也沒有關係 如果有機會得自由趕快就爭取自由 但他並沒有說你被呼召你就不要再當奴隸了 沒有這麼說 他說你是什麼身份 你就要保持那個身份 那奴隸蒙主呼召已經是主所釋放的人 一個自由的人蒙召 反而是成為基督的奴隸 保羅用一種宗教觀點 好像要重新去詮釋這個處境 但並沒有去處理真正的社會身份 他好像告訴奴隸說 你今天被耶穌呼召了 你已經是被釋放的人了 就像是社會裡面的那個free man一樣 你是被釋放的人了 那另外他跟主人說 你是自由人但今天你被基督呼召 你就成為基督的奴隸了 所以你也不要太驕傲 你其實是基督的奴隸 這是一種靈性的詮釋 靈性上的一種宗教的詮釋 那但是他的結論又回到社會主境說 你們每一個人在上帝面前 要保有蒙召的身份 另外一段話在他寫給以弗所教會的書信 他提到奴隸跟主人的關係 他說做奴隸的要戰戰兢兢 專心服從世上的主人 就像侍奉基督一樣 做各樣的事情要 心甘 甘心樂意去盡奴仆的本分 你在服務你的主人 就好像在服務上帝一樣 那每一個人都會按照他的行為 得到報賞 所以沒有處理任何 對奴隸制度的評價 或者是批判 沒有 那另一方面 保羅也挑戰做主人的人 你們做主人的人 要好好對待奴仆 不要威嚇他們 因為不要忘了 你跟你的奴仆 在天上有共同的主人 那這一點又是用一個宗教的詮釋 來詮釋他們的一種新的關係 最後一個故事是 保羅寫給一個他的朋友 叫菲利門的一封短短的信 也有收在新約聖經裡面 叫做菲利門書 那這本書最有趣 因為裡面提到他一個奴隸 叫做阿尼西摩 阿尼西摩本來是菲利門的奴隸 結果可能受不了那個痛苦 受不了那個苦就脫逃了 脫逃了以後輾轉的到很多地方 信了耶穌 結果成為保羅的同工 成為保羅好像他的兒子一樣 保羅照顧他 那現在呢 保羅寫信給菲利門說 我要叫你的奴仆 阿尼西摩回去你那裡 接下來這段話就是 保羅寫給這個主人菲利門的信 非常有意思 你看保羅怎麼在談他們的關係 他說阿尼西摩之前暫時離開你 或許是要讓你永遠留著他 意思說他現在跟你有一個新的關係了 現在他不再是奴隸 而是遠高過奴隸 因為他已經是基督裡親愛的弟兄 他對菲利門這麼說 對我來說他卻是如此 何況對你 因為你們既有主仆的關係 又是主內的兄弟 所以如果你把我當作親密的朋友 你就接他回去 像接納我一樣 保羅是勸這個脫逃的仆人回去主人那裡 他勸主人要好好接待他 然後也告訴他 你們雖然還是主仆 但已經又有一層不一樣的關係了 你們在基督裡是像兄弟一樣的 後面這段話也很有意思 保羅跟菲利門這麼說 他做了什麼對不起你的事 或虧欠了你什麼 都記在我的帳上好了 保羅說記我的帳這樣 那我在這裡 保羅說我在這裡親筆寫下 我保羅付責償還 後面又加了一句話 他說菲利門你不要忘了 我不用提醒你 你欠我你的生命 這句話是很有趣 保羅一方面告訴他 有什麼事都找我好了 但另一方面保羅又把他過去 對菲利門的那種 那種好像過去的 對他的恩情搬出來了 這樣搬出來了 所以最後說 弟兄為了主的緣故 讓我向你求這個情 解除我精神上的負擔 我們都是基督裡的弟兄 那換句話說 這個過程是非常有意思 保羅雖然沒有直接去挑戰 奴隸制度的問題 但他幾乎是要以一種新的關係 要去談這個舊制度裡面的 可能的新的對待的方式 那我想這大概就是 基督教團體在那個時代 能夠扮演的一種 非常獨特的一個模式 以一種基督教人道主義的精神 去鬆 我們說去慢慢去讓那個奴隸制度 有些人在鬆綁這樣的一種做法 讓奴隸制度被賦予一種的人性的 一種的精神在這裡面 但並沒有直接去挑戰奴隸制度 那這個當然很多學者 有不一樣的詮釋 為什麼不去挑戰它呢 它明明是一種 一個不人道的制度啊 那大部分的學者的看法是 初代教會 初代的基督教 並不認為羅馬的這個社會 會一直持續下去 有一些基督教團體認為 基督的時代 上帝的時代很快會來了 所以不必去挑戰 現存的社會制度 那這個解釋當然 有的人認同 有的人不認同 結果我們看到的是 並沒有去直接挑戰制度性的 那我們從這裡做一個最後的結論 保羅呢 最後提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看法 在寫給加拉太的書信裡面 就是我剛剛已經提到的 他的一個基本態度 他說過去我們的社會 可能有不同的社會區分 我們先看最下面那段話 他說不分猶太人或外邦人 奴隸或自由人 男人或女人 在耶穌基督的生命裡 你們都成為一體了 那前面一句話他也這樣說 你們受洗跟基督合而為一 就像穿上基督有他的生命 那這句話是最常常被引用的一段話 保羅在這邊提到三種區分 猶太人跟外邦人是族群的區分 奴隸跟自由人是一種社會的區分 社會階級的區分 男人跟女人是性別的區分 這個在傳統社會 在我們今天都一樣 是最基本的三種社會區分 但保羅在這裡把他們放在一起 然後說其實在新的基督教團體裡面 是可以超越這種 舊的社會區分的 我想這一點大概就是 我們剛剛結論所提到的 基督教在這個時代 倫理上對奴隸制度扮演的角色 下面我就要回到延伸思考的部分 如果你們回到講義的第二頁的地方 在第二頁下面這邊我開始帶著大家來思考 這個後來歷史上發展出來的一些問題 那也是我們今天發給大家的那篇文章 裡面所談到的一些議題 就是這個奴隸制度在歷史上 他所造成的影響 對心靈的一種的創傷的那個 那個意涵在什麼地方 那我第一次接觸到這個議題是1999年 我有機會去到巴西的 薩法鬥這個地方去開會 那巴西薩法鬥是從非洲轉運奴隸 到拉丁美洲的最重要的一個集散中心 那我第一次去到奴隸市場的那個歷史現場去那裡參觀 看到那個地方現在已經是一個不再是舊的歷史場景了 它已經變成是一個類似是一個古蹟的地方 那奴隸在那個地方被重新整理 用我這邊寫的語言被重新整理 身體要清洗一站一站的 然後檢查身體 身體不合格的就被打退 就丟在 就遺棄在當地 從非洲被送到巴西 結果就留在巴西的地方 那把奴隸分類 最後奴隸如果還沒有接受基督教信仰的 把他們施洗 把他們施洗 那結果就從那裡一船一船的 運送到各個需要的地方 到歐洲到中美洲到北美洲這樣子 那我當時候在那邊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在薩巴豆這個地方 今天非洲奴隸的後代 還有拉丁美洲的文化 很有趣的結合在一起 這個地方在巴西叫做巴西亞的地方 是一個非洲文化跟拉丁美洲文化混雜的地方 今天那邊是有最多的音樂舞蹈 還有這種藝術的 一個非常有趣的發展的地方 多元文化交織的地方 但是回到我們的主題是 我在第一次看到那個歷史場景的時候 看到了那個在奴隸貿易的過程當中 基督教會當時候是站在跟這個奴隸貿易主人 站在一起的立場 而且是祝福他們所做的行動 那下面要給大家看的是我第二次 2004年有機會到非洲的Ghana 有兩個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 已經被列為教科文組織的歷史古蹟的兩個城堡 一個城堡叫做角岸堡 另外城堡叫做艾米納堡 那這個地方在加納的海邊 這是角岸堡 那現在是世界遺產 文明遺產的一個地方 那當年是一個軍事堡 布滿了軍事的這種武力 還有很多大炮留在這個地方 它其實是一個防衛非常森嚴的奴隸的集散力 那這裡面你可以看到一個一個的地牢 有男性的地牢 有女性的地牢 地牢裡面一個地牢通常大概可以 遂大概六十個人到八十個人 那這些奴隸被送到這個地方來 做同樣的事情 重新整理 被分類健康檢查 然後等待船起 船來的時候就一船一船的被送出去 被送出去 那在這個地牢裡面其實你會看到 是非常的陰暗潮濕的 那通常在這邊會住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 等到船起來了 他們就準備上船 那邁向不可知的未來 那這個我在講義第三頁有提到 這個經驗 一個在這邊讀到的一段經驗 就是說當時候 我們在那邊參觀的時候 有一位美國黑人 他就突然很有感觸 就發表一段講話 他說我是奴隸的後代 你們當中這邊 我們去開會參觀的 有荷蘭人 英國人 美國人 有一些是歐洲的法國人 義大利人 他說你們有一些人 則是奴隸主人的後代 我們今天奴隸主人的後代 跟奴隸 身為奴隸後代的 我們一起聚集在這裡 好像一起在追思默想 過去的歷史場景 他說他有很深的感觸這樣子 那確實 我想這個對奴隸制度的一個 奴隸貿易的一個認識 其實應該帶來更深刻的歷史繁型 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這個寶呢 最後的一個關鍵的一個場景 就是這個被稱為不歸門的 這個走出去外面的一個門 大部分的奴隸被送到這個地方 都放在地牢裡面 在那邊等候 那準備升星 然後到了傳奇來的時候 就沿著地下通道一路走上來 走到這個地方 從這個門就走出去 這個門就被稱為 Door of no return 不歸之門 那我在這個講義第三頁的最下面 有提到這個故事 這個門本來叫做Door of no return 出去的人 根據這個歷史的紀錄 從這個門走出去過的 可能有五百萬的人 五百萬的 因為整個非洲從西非 估計有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 過去在六七百年當中 前前後後六七百年當中 可能有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的 非洲人被送出去 那經過這個城堡的 可能也有三四百萬那麼多 那在1998年的時候 有一個黑人奴隸的遺骸 被從美國送回到加納 那送回去的時候呢 他們刻意從這個門把它 帶著這個遺體從這裡經過 那從那以後 他們就把這個門牌改了 改名字叫做Door of no return 那旁邊有寫一個小小的牌子說 還是會回到故鄉 那這個地方取名為回歸之門 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夠來這裡參觀 來認識這個歷史的場景 學習到教訓 那我在第三頁下面那裡有 引了一位美國詩人寫的詩句 這個美國詩人當時有參加在這個 遺骸返回的故事裡面 好 那我們往下看就是回到歷史的場景 出了這個門 出了不歸門到另外一邊就是海岸 就是海岸 那今天當然你看到的是捕魚船 很多捕魚船在那邊 那當年呢就是奴隸船來到這邊靠岸 然後一船一船的 就把奴隸送到不同的地方去了 那站在這個出來外面看著大海 可以想像當年 許多面對同樣命運的 不知道前方的命運是如何 這樣的努力的經驗 那這是今天這個角岸寶 他的這個漁村 他是回歸到平凡的生活 那今天這個地方變成是一個 類似參觀的博物館的場景 那這一位 美國亞特蘭大的一位歷史學家 很有意思 他寫了好幾本書 就在研究這個奴隸貿易的歷史 那當年呢 他說他是第三代的奴隸的後代 他自己很想要回去尋根 去了解過去自己的祖先的歷史 所以就研究了這方面的 寫了好幾本的書 那我有跟他討論過不少這方面的探討 他覺得對很多美國黑人本身來講 其實他們也很少去了解這段歷史 那如果沒有去了解這個歷史 他覺得他自己好像沒有找到他真的自我 沒有去經過這段哀傷的歷史去重新去思考 好像他不認識自己的身分認同一樣 我覺得這個反省也是滿深刻的 那我們今天回去看這段歷史 當年呢就是這樣的一個奴隸貿易的一個路徑 我在從講義的第四頁開始 談到這一段奴隸貿易的歷史 14世紀末開始到15世紀 航路發…我們說這個大航海的航路連接起來以後 就開始了這樣的一個情形 從非洲內陸許許多多被抓到的奴隸 被送到西非的這個海岸的地方 我們剛剛提到的加納的這幾個堡 就在這個地方 就是在西非的這個 其實是這種航路上最安全的一個地方在這裡 然後從這幾個點就被或者送到拉丁美洲 剛剛我提到的第一個我去的這個場景 就是Bahia就在這裡 就是Savado這個地方 是離非洲最近的一個地方 很多非洲奴隸首先被送到這個地方 有的就直接一路就送到歐洲 送到北美洲或送到中美洲的區域 這樣的一個場景 有人就把它稱作是一種三角貿易的一個系統 你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系統 越發展越有制度 而且變成是獲利非常高的 不同的國家為了這樣的一個貿易互相競爭 我在講義的第四頁有提到 參與在這個過程當中的早期是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 後來荷蘭人 北歐的丹麥 法國英國 分分都加入 那到最後 英國人成為最大的一個奴隸的這個市場的擁有者 我們看到到100 到第18世紀末年的時候 英國人的壟斷權 所經營的這個奴隸的買賣 幾乎是其他國家所有總數加起來的四倍之多 所以英國人我們要結論的地方會提到 英國人的基督教團體開始發動廢除奴隸制度 也是因為這個制度 在英國是最根深蒂固的一個傳統 那所謂的三角貿易 其實是一個獲利非常大的貿易 從歐洲 從北美洲 他們把加工的產品送到非洲去賣 所以船從來不是空的 船從來不是空的 把這些加工產品送到非洲去賣 然後從非洲就載的奴隸 然後載的一些其他的 我們說在地的這些原物的這些產品 送到北美洲或去歐洲 這個三角貿易變成一個獲利非常好的一個貿易系統 那1817年有一位畫家畫了這幅很有趣的畫 在這個阿香提 阿香提這個族群的一個慶典 這是這個在今天的這個 奈吉利亞附近的地方 阿香提這個族群 他們每年都有這個Yam的慶典 Yam就是我們的鼠 白鼠 他們種的那個白鼠 那個白鼠是他們最重要的主食 每年慶祝這個Yam的豐收這樣子 所以這張圖你前面看到的是一個 好像很歡樂的場景 在慶祝一個這個白鼠的慶典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後面 這些奴隸貿易商的旗幟已經在後面飄揚 英國的旗幟在那邊還有其他的 那這個過程我們今天回去想像 奴隸的這個貿易的過程當中 那個心靈的創傷 這是我們今天分給大家的那篇文章 裡面提到的這個概念 我們等一下會慢慢發展出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主題就是 middle passage 中間的航程 中間的航程 對一個被抓到的奴隸來講 他很希望明天就到達當奴隸的地方 但不可能 這中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就算他平安的順利的去到那個地方 這個過程已經是最大的一個挑戰 那我們看到很多的這些圖畫在描述這樣的過程 這是在塞內加爾 奴隸被抓到的時候從內陸被一路運送 那今天給大家的文章裡面提到的 第一個電影就是這個阿米什達 阿米什達 勇者無懼 那我不曉得有沒有人有看過這個影片 這是大導演史批博拍的後期的影片 史批博呢拍了好幾部非常 我們說帶著嚴肅的主題的影片 他拍的第一部有嚴肅主題的影片 是關於女性意識的主題的 我們將來介紹婦女的時候 也會稍微帶到紫色姐妹花這部影片 非常精彩的一部影片 可以說是他我覺得是拍的最好的一部 那後來他又拍了好幾部 包括探討他自己的族群 猶太人的辛德勒名單 我們上次介紹 那這一部勇者無懼 則是在談一個真實的歷史故事 那這個阿米什達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歷史檔案 今天這個他裡面有一些 舊的歷史的文獻 還是讓大家可以去研究去探討 他其實發生的事情是一個 一艘奴隸船發生叛變 那奴隸呢 在一位很勇敢的領導者領導下 他本來就是一個酋長一個頭目 他起來帶領奴隸殺死的這個奴隸主人 但是呢他們不具有航海的這種技術 想要把船開回到非洲 可是這個很不幸的 裡面的水手 西班牙水手又騙他們 結果那船一路就開開開開開到 這個波士頓的外海 在北美洲的東北角的地方 這個登陸這樣子 所以這個事情就發生 就是在這個事件當中 這一群奴隸他們的財產權歸屬是誰 發生一個非常有趣的爭議 這艘奴隸船 法國的女王有股份 西班牙商人覺得他們有擁有權 美國的國防部認為這個船 既然在美國東北海角登陸 就屬於美國人的財產 大家都在那邊為了 到底這一群奴隸的所有權是屬於誰的 發生這場非常有名的四季的大審判 那後來美國的前總統亞當就出來 出來這個擔任辯護律師 到最後早期他不是 早期是年輕的一位律師出來辯護 那這故事到最後當然就是 很有趣的是 那個經過這個 這位前總統亞當的一個辯論之後 法官裁決奴隸自己擁有自己的所有權 這些奴隸擁有自己的所有權 當庭就釋放 當庭釋放 這故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 我們說一個happy ending 它是有一個很好的結局的一部影片 但是影片裡面 如果你有看這個影片就會感受到 它最重要在反應的主題是這個 middle passage 所謂的中間航程或是中途航程 所有的奴隸都要去面對 經歷這個中間的旅程的痛苦 走路也好 坐小船渡過這個非洲的內陸 最後終於抵達海岸邊 然後要集體被送上奴隸船 被載到這個某一個地方去 那阿米什塔這個電影 就在描寫這個奴隸船的場景 通常至少要六個禮拜到八個禮拜 這樣以上的航程 middle passage這個字 就是在非洲的傳統的Swahili的話裡面 叫做mafa mafa的意思就是大災難的意思 大災難 所以奴隸制度變成一種盛行的文化之後 非洲人都知道 當奴隸就是mafa 就是大災難的開始 你要經歷這個中間航程 那想像這麼多人被關在這個上面 不聽話的會被丟到海裡 食物不夠的時候也會把人丟到海裡 在阿米什塔這個電影裡面 就有描寫 有四五十位的奴隸 曾經因為食物不夠 被西班牙的這些航商把它丟到海裡去 所以後來法庭的審判 最後還判這些西班牙商人要入罪 要罰款 跟這個場景有關 有名的印度裔的作家Napol 他就寫了好幾本小說 也在談這個主題 我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本沒有翻成中文 書名就叫做middle passage 中間航程 他就在描寫這個 一個要成為奴隸的人 那種內心的掙扎 但是他另外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就有翻譯了 大河灣 大河灣這本書也一樣在描寫 一個非洲社會受到奴隸制度的衝擊 那左邊這張下面是很有趣 這個Napol 因為他寫的這個小說 特別是大河灣這本書 他拿到諾貝爾文學獎 那領獎的時候 他自己忍不住就哭出來了 這是一個作家很真情流露的表現 那所以中間航程是 我們可以看一些這些畫家畫的圖像 在一艘船上面 這個人好像被當貨物一樣 這樣堆積在那個地方 這樣的一個場景 加上那個過程 我們剛剛提到檢查身體啊 被拍賣啊 如果拖逃的人 會被刑囚 會被烙印 那拖逃的抓回來刑囚 監禁 這個過程都可以稱作是Middle Passage Middle Passage 那在過去的奴隸制度裡面 用來對付這些不人道的器具 這些場景 是很值得人去深思的 今天在北美洲也留下很多奴隸拍賣的這種 歷史的遺址 美國到了1860年 為了這個就發生了內戰 我們知道這個 我們看到圖片上 綠色的這些州是反對奴隸制度的 紅色的這些南部的州 是為了經濟的理由 必須堅持必須要有維持奴隸制度 那中間有一些沒有做決定的州這樣子 那很有趣的是 在這個奴隸制度的 發生戰爭的過程當中 美國所有的基督教會 都分裂成兩個教會 美北的教會跟美南的教會 北邊的教會反對奴隸制度 南邊的教會繼續支持奴隸制度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那些經文 就被拿出來使用了 贊成反對的 就為了這個 到底聖經是支持還是反對 那南部的這個 南部這邊的一些神學家 甚至有人寫了一本書 主張說奴隸制度就是上帝設立的 一種人類存在的方式 他的結論甚至說有一天去天堂 天堂還有奴隸制度存在這樣 用這種方法要來證明說 奴隸制度是上帝所允許的 所以這樣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之前談到的這個初代基督教 好像沒有解決的一個問題 反而到了後代 在基督教的歷史當中 繼續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 那我們當然知道在美國 是因為經濟的原因 才會有這樣的奴隸制度 那其實男女 在這個棉花田的豚梗區 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有一些 類似是自由集社的 這樣的一些團體 他們這些是逃脫的奴隸 自己成為一個團體 到處飄蕩 那後來北方的美國的基督教團體 就開始發展一種解救奴隸的一種行動 他們就把這個行動就叫做 Underground Railway 好像說地下鐵路這樣子 當然是象徵的用語 不是真的一條鐵路 是說有一條管道 是讓南方的奴隸 可以脫逃跑到北邊的 所以有好幾十萬的奴隸 是藉著這一條通道 跑到北美洲 甚至也有很多跑到加拿大去 加拿大今天有非常多的黑人的後代 其實是在南北戰爭的時候 經過這一條自由大道 脫逃而到北邊去的 當年我們當然知道 在支持廢除奴隸的這一邊 有像很有名的黑人領導者Douglas 另外一位女性的領導者Truth 還有林肯 這都是當年我們看到在廢除奴隸制度 過程當中的很重要的角色 那基督教本身的故事裡面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部分 就是這位聖詩作家 叫John Newton 那他寫的這一首 可以說基督教詩歌裡面 最有名的一首 有人說這是被最多人吟唱的一首 基督教的詩歌 Amazing Grace 奇異恩典 奇異恩典 那這位作詞的作家 本身過去就是奴隸販子 這個是描述一個 他自己一個非常大的轉變 後來成為基督徒 他就覺得說過去的那種 扮演的那種角色 讓他重新去體會自由的味道是什麼 那我講義裡面有提到 在講義第四頁的最下面 對奴隸制度廢除的運動 大概是在18世紀末期開始 有一些政治人物 開始發動這樣的一個運動 也有文學家 開始做這樣的一個廢除努力的運動 在基督教的團體裡面非常有名的就是這位 Wilberforce 這個英國下院的議員 那他其實是受到 英國的宗教領袖 有魏斯里的影響 那投入到廢除努力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幾年前有一部電影 也很有趣 就借用剛剛那位聖詩作家的歌詞 Amazing Grace 作為電影的名字 奇異恩典 那其實這個電影在描寫Wilberforce 跟他這個團體廢除努力的角色 那後來呢 我這個剩下幾張圖片把它看完 後來也有奴隸得到自由以後 成為非洲教會的最早的領袖 其中這位非常有名的Clother 他其實本來是奴隸 那後來成為自由人以後 他就成為非洲基督教 本地基督教第一位的主教 今天很多人指出 在伊斯蘭世界裡面 好像還存在著奴隸貿易的行為 那這個是我打一個問號 讓大家可以去思考 奴隸制度並沒有完全消失 在今天這個時代 在不同的文化處境裡面還有存在 那我在講義的最後一段 我也提到這個給大家思考的問題 就在今天 現實上相當於奴隸的現象有什麼 譬如非法的性交易 用勞動來抵債這樣的做法 我們台灣有很多這些平民法律運動 很關心台灣有很多卡奴 這個是不是都可以算作是一種 現代的一種不同形式的 不人道的奴隸的一種形式 所以奴隸制度是一個 人類歷史上值得反思的一個社會現象 那宗教團體在這裡面扮演的角色 特別基督教 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主題 那我們藉著這些作品這些文章 希望讓大家對這個問題有一些了解 那也可以藉這個機會 一起來做一點點歷史的反思 11 instead 唷 Mm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